两会期间有个非常大的惊喜 咱们解放军的将军就称 轰-20已经没有平静 即将公布 而且投产装备很快就跟上了 那么我们期待已久的轰-20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它会是在某种型号上的进一步改进 还是一种全新的状态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伯论平 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 在接受香港商报记者采访的时候 就做出了这么一个表态 我军现役中将就是一个高级将领了 那么在这个场合来公开说这个消息 它的真实度应该是非常的高的 那么在记者采访的一分多钟视频之中 副司令员说出了那么几句话 有些词那就透出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你注意他这说的过程中 这几个很重要的词 你们说快了 你们等着 飞机的发展是延续过程 一直在升级改造 就是现有的飞机也在升级改造 不过这话倒是引起了 不少的这个猜测 因为这个话原本他是回答 香港商报记者他说你这个轰 轰二零啊咱们说了这么长时间 为什么一直不见出来呢 那这点回答就是说 轰二零是在不停的在进行这个升级改造 所以呢他到前一段时间 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击 但是有另一种分析就认为 这个可能说的呀 现有的飞机也在升级改造 这个他是不是说 在现在的轰炸机的基础之上 再进行那种深入的改造呢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让人觉得好像有点失望了 不管怎么解释吧 我们注意啊 咱们的空军副司令员 还讲了几个地方是比较重点的 你比如说吧 他谈到这个新的轰炸机的时候 他讲是没有啥平静 而且指出科研人员非常的好 都有这个能力 提到这个将来的这个轰二零 如果要是出来之后 发布之后啊 那到底进度会怎么样的时候 这个司令员同志就说的更直接了 说发布之后啊 很快直接就跟上了 他说的这个直接跟上了 指的就是这个量产和装备啊 而且谈到轰二零的时候呢 他非常肯定的讲是值得骄傲 意义非常的重大 那通过这一番讲话呢 外界呢 对这个分析和评论就很多 普遍认为啊 我们已经能够独立设计生产 我们所需要的远程战略轰炸机 而且它的型号呢 可能就是我们猜测的轰二零 研制和试生产会比较的顺利 说明我们已经立足于现有的技术 和产业能力啊 尽快的投产服役啊 能够让它尽快的形成战斗力 至于说这重大意义嘛 咱们就不多说了 总之啊 红二零的装备势必改变亚太 乃至世界军事格局的变化 那么更多的朋友啊 就关心了 说红二零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难道还真是那种老飞机再改 改到那个26个字母 那型号连那个字母都用光了呢 但更多的分析就认为啊 红二零将会是一种全新的一种构型 那么根据需求来说呢 大致呢 可能会是两种状态啊 呃 它呢 肯定是一种啊 隐形的啊 具有非常高的突防能力的战略轰炸机啊 它不会是类似美国B1B和俄罗斯 像160这些轰炸机 因为我们面对的军事对手呢 就是美国嘛 所以呢 其实双方都需要一种没有代差的轰炸机 有分析就认为呢 根据这些用途啊 那这红二零啊 它出现这个样子啊 就有两种可能了 一种呢 就是要根据我们的需求 我们的破解需求 先解决有无啊 根据我们的技术和生产能力 生产出马上能应对亚太和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战略轰炸机 它具有战略意义和战术意义 那么如果说从我们的本土出发能够直接打击关岛这样的第二岛列目标 即便是在使用远程空射导弹啊 在我们没有海外基地的情况之下 其作战半径也不能低于5000公里 甚至说更大 如果说能够进行一到两次空中加油的情况下 它的作战半径要在8000到1万公里 因此呢 这种需求之下 轰二零很可能是一个比美国现在B21要大的一种轰炸机 还有一种可能性呢 它就是要满足我们直接攻击美国本土的虚型 那它就要航程非常的大了 而且呢 要挂载射程比较远的空射型弹道导弹 你比如说使用空射型东风27 不过呢 这种需求啊 其实并不容易实现 咱们先不说别的哈 我们中国的东部到美国的这个东部啊 一万两千公里的 一个来回就是两万四千公里 而如果说你这架轰炸机直接飞到美国的本土内部 你至少还要带十吨以上的载荷吧 途中要经过俄罗斯啊 加拿大啊 即便说使用空射型的东风27 你最近也要飞到这个白领海峡附近啊 可最近呢 也绕不过这个阿拉斯加的防空圈 也就是说 红二零呢 是可以攻击美国本土的 但是它必须借助啊 这个射程更远的这个机载武器 你但是很难直接飞进美国的北美大陆部分 发起进攻 因此呢 我们很可能啊 暂时先不去搞这样的红二零 美国这边呢 有个这么一个优势 它就是有众多的海外基地啊 借助这些基地呢 它是不必强求航程 就能打击到很多国家的本土 因此呢 我们对战略轰炸机的要求和美国 那是不一样的 至于说红二零 它到底会是什么样子 估计很快呢 就会结效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